半導體這個產業啊 坦白講美國真的是從無到有的創造者 所以對於上游啊 包括製程設備 製程軟體 美國都是創造者 所以他佔有極大的優勢 因為我也有個朋友 他是台灣人可是他是美國級啊 他到中國大陸發展 那也當到了相當高的級別了 我這裡就不講他的公司的名稱了 他說他去參加高管會議啊 大概有20個人 那裡面據他了解就有將近15個人是美國級 你就知道問題是嚴重 副總以上很多都是美國級啦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有美國經驗 基本上他的技術就是從美國取得的嘛 那他回去中國發展 台灣也是如此 韓國也是如此 因為這個是美國高度管制的產業嘛 所以當你要看比較機密等級的技術的時候 美國當然就會有你的身份的要求 那這個問題就是中國大陸 他首先要克服啦 因為這裡會立刻產生人才的斷層啊 比如說假設你三妹在某家 半導體公司當高管 你決定要留在中國繼續工作 你要放棄你的美國級對不對 那可是你的家人都在美國啊 那你三不五時就要回美國探親嘛對不對 那你回美國探親的時候你就會被約談 就是關小黑屋 欸對對對 美國就是會用這種方式來騷擾你 欸那你在中國是在幹嘛啊 你為什麼要放棄美國級啊 那中國公司給你多少待遇啊幹嘛啊 那第二個就是你如果用美國級的身份 繼續在中國公司就業喔 那這個處罰是很重的喔 他包括判刑啊 還包括凍結你在美國的財產 所以美國商務部是很有手段的啦 我那個朋友跟我講啊 他認為在中國的美國級人士 他認為幾百個跑不掉 未來這些人都要面臨著中國國級 美國國級二選一 這沒有辦法 因為他的法令就是這樣寫 而且全面的管制令是10月21號之後全面實施 所以時間也快到了 所以他非常凶狠 剛好利用了美國選舉的空檔 新國會要1月6號才上任 所以等於就是從10月21號到1月6號 有一個空窗期啊 是商務部的這個工業安全局可以全面管制啊 那一定是死商遍地啦 那美國企業肯定也受傷 實力不計的中小企業可能就先倒在路上 也好 就好 是 是